今天就出席了 上午去的海滩 然后下午现在已经赶到乡下 准备吃这个年夜饭 今天有点小雨 这就是乡下农村 我们可以先逛一逛 现在开始听就一直都是边炮村不断的 有很多技组的也都开始了 北方相对差一些吧 这边炮管控的也比较严 那个是金黄的碗 走一点 看一下 这是往下就是山 这是卖鱼的 像我们东北的农村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户一户 房子都是连片的 虽然有院子 但是不会像这边这么大 这些像很多都是 前面都是有 直接和地都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村的活动广场 我们往里走走 在我们东北那边 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开始 就开始有放边炮了 然后一直放到十二点左右吧 主要的 后面就基本上没什么放了 然后周一的一大早 也是看谁家放得着 其实像在外边这个方向还有很多的 就是这种水泥公路 就是它这里的 乡下的路修的都是很好的 基本上很少有土路 全都是修过水泥 这里面都是山林了 里面还有一些小河 往回走吧 刚才放边炮的多 现在这一轮应该也差不多了 后面就是准备吃团结饭 然后到了晚上还会有放边炮 像这个 现在春节还是南方的气氛比较重一些 都可以经常的放边炮 北方就禁止的比较严 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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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